我想先問一下易中老師 你看這個謝國良連三天跑去發這個本本 當然這個本本被人家開箱之後 發現說基本上它就很像是 謝國良微封面的筆記本而已 這個就是一二頁有這個試證說明圖文 裡面通通都是空白的 也花了不少錢 謝國良其實這個 我們看著直播看著看著就餓了 為什麼勒 因為謝國良就跟大家說 你們有沒有刷牙 你們起床了嗎 你們早餐吃什麼 你們出門了嗎 其實我覺得蠻溫暖的 但有一段大家看了真的有點問號了 他就說我今天早餐吃了 我去買7-11的這個易峰行的泡麵 口味還不錯 而且告訴大家 它還有杯頂還有附一個香油包 這個香油包如果淋上去的話 其實那個香氣基本上就出來了 超好吃 你們有喜歡什麼味道的泡麵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甚至有人說市長加油加油 他就很感興 他就說你有聽到這個加油聲的節奏嗎 跟我們在造勢的節奏就一模一樣 你看造勢這一出來 老師造勢兩個字出來就踩到線了 我先講一件事 我在基隆當兵 當海軍陸戰隊 基隆什麼最厲害你知道 大家知道廟口夜市對不對 更厲害的其實是基隆的早餐 拜託你作市長 不是義工旁那樣 然後再來你再往旁邊走 到了孝山路 不得了 基隆美食重鎮區 那邊最有名的三角湯 樂咖的大腸圈 那種基隆那邊很有名的廣東麵 還有他們很厲害的餛飩湯 好 再加一個櫛 那一個雜湯吃的醋肉 所以不要說以為只有台南 那個滷肉湯厲害 那雞人的那個麵 我聽說你的茶麵也不錯 就是我說那個廣東麵 那他不太好 最後你帶去那個 旁邊孝山路 廖媽媽珍珠奶茶 廖媽媽 好 大家沒有說 我是廖媽媽的信徒 鐵粉 所以拜託給謝國良市長 我都懷疑你有沒有當過市長 你是不是假人人 一封堂是不錯啦 但是他如果是市長的話 是要介紹一下當地啦 好 重點來 現在來 謝國良他現在恢復成 選舉模式的小愛爸爸 他那時候幫他打造一個形象 小愛爸爸很溫暖 他確實溫暖 老實說 連續三天一個 堂堂一個大市長 在那個火車頭 那個門口 跟他通訓 還滿溫馨的啦 但那個畫面 就讓我想到 網友有想到 大家看 現在是看櫻桃小丸子嗎 有 完尾班長 完尾班長 來看我們謝市長 跟大家鞠躬哈腰 有沒有像 當年小丸子 三年四班的同學 叫做完尾 完尾是幹什麼呢 這裡面就是他 總是喜歡妒忌別人做得比自己好 然後戴著一副眼鏡 謝國良也是一副眼鏡 然後很想要當永遠的班長 奧兄 所以這真的是 我當奧兄 所以他 我知道他是已經是用盡了誠意 然後在那邊誠懇 對啦 真的是誠懇 可是那個畫面看起來 又很像完尾在那邊搞笑 所以現在大家就是說 他做的這些事情 我知道他想要改變他的形象 可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反向 然後你看還被台鐵考試說 不好意思我們要行政重點 而且重點是 他那個小本本啊 他預算是135萬 你記得多少錢 基隆真的 他預算要嘛就是買固固 要嘛就是 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 要不然就是寄那個掛號信 雙掛號的信 那現在通通 白色沙巴 就是印這個 然後印那個本本本 我覺得謝國良現在的狀態就是 他已經有點 就是不知所措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不要亂找人 他找誰 他找了很多國民黨的那些人 幫他站檔 他找了連勝文 欸不對嗎 欸 鄭蘭君啊 鄭蘭君 連勝文2014年為什麼會選書柯文者 為什麼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玩一直玩 他怎麼了 就是讓人家覺得是一個公子哥嘛 你就是什麼嘛 你就是公子哥來傳起床 所以他在2014年那一年 特別市長大敗 謝國良你的情況跟連勝文 那不就是一樣 你以前 他以前當立委的時候 就是公子哥的形象 那後來他會都是收心嘛 所以這一次才用小愛爸爸的形象 去選起床 結果你找了連勝文 你就讓人家想起你過去的那一段 惡性 家族啊 還有微風廣場 那個東岸 然後突然又整個 看最後一遙 這個大家就想起來說 他雖然很辛苦 他還找了民眾黨 你知道 民眾黨 最近民眾黨好幾個議員 都去基隆幫忙 他找了那個 先是那個 他們副市長邱佩玲 張志豪 林甄宇 陳士軒 飛機的嘛 然後最近又找了那個陳士軒 參加音樂空間 拼了老命 他一直很想要漂白 然後就說 漂白 就是白色嘛 漂白啦 可是重點是 就是當你跟這些 國民黨的這些權貴子弟 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過去那些 被人家認為那些不好的形象 全部回來 即便你今天這麼努力的 學著完尾同學 在那邊跟大家敬禮 可是我覺得那個 過去的那一段的那個歷史 只會不斷的烙印在 基隆人的腦中 最後再講一句話 拜託的 去吃一隻雞蛋的 你雞蛋雞蛋這麼好家 不要再吃一風堂了 上公 上一部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對啊 請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的題目版 等你一起來